快乐 每一切快乐 人可能没有爱情 失去信心 但我虽然有了你的爱情 不能呵护你开心 怎么了 Baby be my angel Baby be my angel 我的未来是你 世界是你 不要离去 Baby be my angel 现在在花莲的云门翠堤大楼倾斜倒塌 成功大学特别制作了3D的现场图 给各级单位 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迅速了解状况 而由于云翠大楼 它本身就是一个V型的建筑物 有专家就指出呢 其实这种建筑物跟一般矩形的建筑物是不同的 V型的建筑物会出现受力弱点的问题 如果没有针对梁柱补墙 又出现偷工减料 恐怕会让整个建筑物面临地震考验的时候 倒塌的几率大大提升 花莲墙镇造成云门翠堤大楼倾斜倒塌 数人受困 专家指出V型建筑梁柱没补墙 恐怕就是建物倒塌关键 曾经在维冠大楼事件提供现场3D模型的成功大学 这次再度制作云门翠堤大楼倾斜模型 观察大楼低层部分塌陷 高楼层建构还是相当完整 专家就说要看建筑物是否耐震 举形建筑的柱子平均分布耐震力较强 但像是V型L型和讲求设计感的长条形各自有支撑弱点 一旦遇到墙震倒塌几率大大提升 你把一些不该拿掉的墙体拿掉之后 使得柱子它所受到的力量 变得没有其他人来协助 那么你在设计师工帐再有输货的话 它就很容易造成失败 V型建筑在受力点如果没补墙 很容易就在地震当中成为抗震不足的建筑破坏点 不管举形还是V型 政府针对耐震法规 也必须和营造厂等相关单位同时管控 花大新闻的理想李子聪台北报道 206花莲墙震 多栋大楼倒塌 再度震出老旧建筑结构问题 那最底端的部分就是因为 我们把这个柱子挑高了 然后把墙体拿掉了 所以就造成所谓大家 现在通俗讲的所谓的软角虾 单边骑楼诸多墙少 简单来说就是头重脚轻 仔细看未倒塌前的云门翠堤一到三楼 有火锅店 铝店 墙面少 另一侧统帅饭店底楼挑高 遇上墙震直接软脚 V型结构最可怕的就是 它是不对称的结构 它在这个两边交界的这个点 其实是一个非常格外的一个弱点 再看今年地震倒塌的大楼 从921的东兴2016年金融为贯 到搜这作业进行中的 鱼门翠堤与统帅饭店 几乎都符合了挑空 挑高 与单面骑楼特性 大L型的概念 那我们也每次在强调说 平面图是大L 大T 大U的 是对结构安全来讲是比较不利 挑高的时候 我们要再针对低楼层的柱跟墙 要做特别的加强的设计 而根据银建署的资料 全台围绕建筑高达75万栋 换算大约300万户 将近千万人的生活在危险当中 如果单看台北市30年以上的老斋 大安区7.5万户最高 其次士林中山也都各超过6万户 如果强震发生 专家忧心后果不堪设想 他说那个盆地效应的果冬效应 对地震的伤害有多大 所以说当假如6点多级的地震 在台北市 它等于是放大两三倍的一个能量 假如发生6点4的地震 它可能会倒4000栋以上的房子 其实这个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经历多次惨痛教训 直攀政府能证实严重性 而非直上谈兵 让无辜生命为错误政策 白白陪葬 东森 财新新闻 陈平扬昭 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